好了 那么今天呢是2023年的7月25号 我特别想考考大家今天这样一个日子有什么不同吗 没错 今天呢是周深出道九周年的纪念日 那我们的北京杜沙发蜡像也是特别的巧下心思啊 希望在今天和深深来共同完成他的首尊蜡像的节目 也以此来庆祝这样一个特别有意义 也特别重要的日子好的 那么接下来刚刚没有掌声没有欢呼声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尖叫声欢呼声 有请今天活动的主角周深深深有请 哈喽周深 哈喽 哈喽 哇 你们有没有准备什么样的口号啊 哈哈哈哈 不要Q他们这个了 不要不要不要 真的不要吗 哈哈哈哈 不要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那既然要喊我们就整齐一点吧 哈哈哈哈 三二一 高不宜活动 不生情不宜 有你爱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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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特别开心啊在蜡像节目的现场见到神深 我知道其实今天特别早就来了对不对 对我觉得跟大家一样嘛都迫不及待想来进行看到蜡像的我 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很早 大家每个人还是虽然很早但是还是很精神 没错今天也是深深也是一早特别元气满满就来到我们的现场啊 嗯 刚刚在9点29分的时候 哦 你和润总 对 就出现在我们的杜莎芬莱的大门口 你知道我们的活动一般都会比如在整点啊半点来举行 啊 你知道为什么会在选在了9点29分这样一个特别特殊的时刻来 就这个好像这个问题有点太简单了啊 我知道但是我有点就是不太敢接受这份非常厚重的一份就怎么说呢 爱戴吧 因为我觉得很很特殊因为929也是我生日 是 对 然后7月25也是我刚好出道成为一位歌手的日子 所以对我来说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天和一个时间点 也非常感谢咱们北京都市阿富人拉象馆能够这样就是对我们这么好吧 对 所以你看瑞总这个团队也真的是一直在特别下心思在想 究竟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来揭幕深深的首尊拉象 我们选择在了7月25号 而且今天好巧不巧也正好是我们的北京都市阿富人拉象馆的9周年 对和深深这个出道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我觉得很有缘分因为我刚好是到今天到今年也是出道9周年 然后可好是跟应该算是跟咱们北京都市阿富人拉象馆同岁吧成为歌手 对所以其实也是一直在在9周年一直在互相努力的在成长 然后终于在我们的9周年的7月25号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而且在9点29分深深和我们的瑞总也共同的推开了杜莎分尔大餐馆的大门 当然一会也要揭幕了对不对 对我好紧张 好期待 而且工作人还跟我说其实本来要问你要不要提前看一下这个拉象做出来什么样的一个造型 然后你说不要 对啊就是希望可以跟我的生女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时刻吧 哇 真的是这点我真的没有骗大家深深之前也完全没有看到拉象的这样一个形象 完全没有 对就是想在今天的现场和现场包括我们线上的好朋友来共同见证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对我们先来聊一聊在整个呃 呃蜡像制作过程中包括这个量身的过程和你之前想象的蜡像比如量身啊 做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说实话我以为它会是比较简单的 嗯 量量身高啊然后各个各个数据照点数据 然后但真的在量的时候觉得就是怎么说可以体验到就是为什么要去做蜡像这件事情 因为它不仅仅只是塑造一个形象 它更多它会在记录你当时那一刻的一个状态 嗯嗯 它细致到包括你的眼球的颜色 牙齿的颜色 然后你的肤色 还有你每一根头发的颜色 包括你头发的走位 哦 这一点是很让我震惊的一件事情 真的 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 能够体会到杜莎夫人的降薪精神 就是他们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因为我觉得就是量头发的颜色或者是眼珠的颜色我觉得很震惊 当他开始研究我头发的发根的走向 我说不用这么细致 就会很享受这种被认真对待和认真记录的这样一种状态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杜莎夫人的颜色也是一直在秉持这样一个百年的匠人精神 为每一位能够入住的这样的名人能够制作出完美的拉相 还记不记得在整个量身的当中大概持续了有多久的时间 你们猜一下大概多久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不够 四个小时 也不是很够 因为具体几个小时没有 玩就蛮久 那个好像是六个小时左右 对很长的时间 对差不多好像是对 对所以真的是这是一段非常难忘的记忆啊 可能之前会觉得可能做个拉相随便比如量量身高体重啊 看看肤色来啊 法色就好 但是真的会把我们360度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 对而且会像建模一样 就是他会在我们脸上也点很多点 然后什么之类的 然后会在各个角度拍很多照片 然后同一个pose要保持很久 然后我在想的是哇有需要这么细致吗 哇甚至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杜山翻滥了 我这个制作拉相的奥秘和机密都已经偷出来了 哈哈哈 没有了 没关系开玩笑了 真的是 其实也是一直在说好像有这么久的量身 就是为了精益求精的能够把我们的最终的拉相 可以非常完美的呈现在啊 喜欢你的朋友的面前 对对 那么现在 记录下当时的我吧 对也是记录下当时的那样一个状态啊 那么此时此刻 拉相就在啊 我们的这个幕后啊 所以我们要不要来看看他的这个真面目 很好奇 以前的我是胖了点的还是瘦了点的 哈哈哈 好吧那么接下来 哇好紧张啊 好紧张是不是 那么今天让我们请上瑞总 好感谢我们瑞总 哈哈哈 哈哈哈 对瑞总也是特别开心特别开心的 在九周年的时候 可以和周深来共同见证你的拉相的结果 那么就请两位分列我们这个布布的两侧啊 哈哈好紧张啊 我们全场啊一起来倒数五个数字 然后五四二一我们来 拉开我们的这个布布好不好 好 好啊我们一起来倒数 五五五四三二一 节目 哈哈哈 哈哈哈 哦谢谢谢谢 他祝我九周年快乐 谢谢你 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啊 穆涵 谢谢穆涵 谢谢 穆涵穆涵穿的这个衣服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哦 怎么说 穆涵这个衣服选择有什么样的门道在里面吗 这个是海鲜服 之前周深哥哥唱歌的时候就穿过海鲜服 哦 哇塞 谢谢穆涵 谢谢穆涵 然后把鲜花也送给了周深 那么我们先在旁边稍事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跟周深哥哥来互动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穆涵 谢谢 我还有一个玫瑰花 哎 哇穆涵也蛮辛苦 你看在这个帘后面也是 早知道 早就把这个接的接出来了 哈哈哈 对 所以一会儿再揭开会 会不会又出现一个什么穆涵啊什么 啊 对 所以这个好像准备有 对 七七四十九道帘 七七四十九道 对 比凉身材上还要花的时间还要久 还要久一点啊 最长的时候是接小大象的时候 对 接小大象是我们最长的这个时刻 好 瑞总 那么我们马上再回到我们的场地中间啊 我们看一看这次能不能成功的来 瑞总对安排很满意对不对 哈哈哈哈 瑞总是来看见我有没有谎了一下 她感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很满意很满意 对 这样的一个环节啊 好 那这样啊我们也再一次准备好你们的热情 掌声尖叫声 同样我们来倒数五个数字啊 一起来倒数 五五五四三二一 节目 哇 恭喜周深大象正式入驻北京杜沙 哇 哇 哇 像不像 怎么样周深 喜不喜欢 哇 好像哦 原来别人看我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啊 哈哈哈 而且这个衣服是真的是我的那一套衣服 哦 真的啊 就是那一套 演唱会的 就是在唱歌的时候 口才也被轟松了的 哈哈哈哈 就是那一套啊 哦 原来你们看我穿这个衣服是这个样子的 对瑞总 所以也请您回到台上周深 我们先和瑞总啊 好 我们来先和刘念一张好不好 哇 非常的 对还看不够对不对 哇塞 甚至指甲还做了小月牙 哈哈哈 哇 还有准备道具 你看 哦 我来帮你拿 对 好 都在这儿的镜头 都在脚底 啊 啊 哇 好厉害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所有美体老师哈 瑞总也拿一个掰哈 都要这样的一个pose 来看一下我们的 对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的美体老师 对 照顾一下左边的朋友啊 看一下左边的朋友 中间中间 是的 没关系后面还有很多的拍照之间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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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瑞总 这样 周深我觉得你也可以摆一个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姿势 哈哈哈 对 让我们的美体老师啊 还有我们的歌迷朋友来好好的帮忙拍照一下 对 然后这样一个笑容 这样的一个举麦的姿势 哎呀 哈哈哈 你都不会累啊 哈哈哈 对所以就可以想象啊六个小时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笑容 真的是蛮辛苦的 谢谢 太帅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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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工作人员帮忙递上麦好不好 跟先生来好好的互动一下 谢谢 谢谢 哇 所以 哇塞 哇 所以看到了自己的蜡像呈现在面前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包括刚刚节目的那一刹呢 哇 哇 好像啊 我自己心中会蹦出这三个字 特别像 对 包括脸上的细节 手上的细节 一会儿大家也可以进去感受啊 哇 哇 这真的是每一颗都还原 真的 哈哈哈 哦 好好好厉害啊 对 所以你看她的这个头发的这个发根的走势也按照你的那个组织来做的 嗯 是这么走的 哈哈哈 哇 好厉害啊 哦 真的是你看包括手掌的这个纹路啊 手相 我来看一看啊 甚至连我这个大拇指的月牙 哈哈哈 都做得非常的像对不对 最近营养比较好月牙大了一场 哈哈哈 看来看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好啦 哦 所以真的 当她呈现在面前的时候给人了一种特别经验的感觉 我那个时候是不是稍微胖一点点 哦 没有啊 哦 没有啊 哦 原来看自己是这样的感觉啊 好帅 哦 哦 所以如果要是给她起个名字啊 你觉得叫她什么会比较恰当一点 周小生啊还是什么 你们觉得应该叫什么 周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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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他人 哈哈哈 要不就叫她 嗯 周浅2.0可以吗 哈哈哈 哦对2.0版的周浅 2.0可以吗 可以 可以 他们不太同意 周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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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要不就叫周深深好不好 好 哦 这个是回答的声音那么大声 哈哈哈 好的 那就叫周深深 确定她叫周深深 你叫周深深你答不答应 好的 对 所以其实所有的公平朋友从今天来到我们都在发来 周浅可以和我们的周深深来喝饮了啊 我真的感觉非常的奇妙 这样 我们让我们都在来帮忙递上一个手机 哦 好 你和她合你一张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因为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公平朋友来到现场都会拿手机和我们的周深深来合饮 那么第一张 周深深 我们让周深和周深深来合饮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哇 来帮你拿 周深感觉好神奇 好神奇对不对 周深和周深深的合饮 对 哇 帅了 哇 你那边再拍一张啊 对 再换个角度啊 对对 左脸 对 对 公民要求你从这边再来一张 再来这边再来拍一张 哎 右脸好看 右脸好看 右脸都好看 右脸好看 好 好 好可爱 好可爱 哎呀 各种 来 来 卖在我这儿啊 所以刚刚这个拍照这个自拍 其实也是有作用在的 刚刚大家已经喊到了让你去发一些 我想想这张照片的所有权 有啊当然有 对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去玩个游戏 然后游戏如果要是 不是很顺利的话 就会有惩罚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在里面 啊惩罚 是的 是删掉我刚才的照片 要这么坦吗 对啊不能够再惩罚我 哦 当然不会了就是我这边呢会选出你的三首歌 哦 然后其实唱对不对来的很容易了对不对 然后呢但是我不是要唱歌 我会正序的念歌词给你听 然后要求你 让我倒着念出来 念出来 对其实我觉得唱对来的很容易 这个念出来还蛮难的是不是 你没有想到他们想的是更难让我倒着唱出来 所以你要倒着唱出来吗 那我们就明年见吧 十周年的时候我给你们倒着唱出来 好吧 所以就是如果说很顺利的完成 那要把这照片发出来 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就要把你的微波头像换成河落下的合照 啊 好吧 接受不接受这个挑战 接受 好吧 就是怎么看都不太像是宠罚 因为也很开心 是的 呃第一首歌是歌迷选的是《大鱼》 ONA 哦 好的先开始背这么首吧 开始 啊 我知道我可以背一个地方特别好背 啊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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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 啊 啊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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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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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歌词好 يع discuss 哦好对啊 这个不算对不对 你 incorrect 你们是哪边的 你们是哪边的 突然站到另外一队了 歌词叫做 这很简单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 倒流回最初的相遇 还真的是倒流 倒流回最初的相遇 玉香得出醉 回到 是吗 流到 然后前面是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 去 去 他 流 你 像 都 是吗 对 然后还有第一句 每一滴泪水 我的肌肉很短暂的 每一滴泪水 水 泪 滴 亦美 对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对 你们人真好 好 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歌词是来自 应该是宇军歌的主题曲 《若梦》 哦 若梦 你们会唱吗 我 我 梦是 流淡 在你眼眸 一遍遗忘 一遍遍遍 一遍拼藏 如我结诚 何时声声 唯愿你能得到拯救 如果千成何时双手 唯愿你能得到拯救 这么长 对 救 道德 道德 能你 是吧 对 愿为 没错 前面呢 正前面 如果千成何时双手 手双 如果 手双 手双 你帮我打一下 哈哈哈 手双 我随机抽一个 你打 手双 妹妹都 啊 手双 是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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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哇 你倒着念我也可以念 哈哈哈 好啦好啦 没问题 这句 没问题 对就算答对了 当然答对了 谢谢你 你叫什么名字 啊 我叫什么名字 高山 你叫周深 高 高 高山流水 英方 哦,好,谢谢高山的帮助 吓我一跳,我也太叫周深了 我也叫周深,我也叫周深,然后他叫周深深 对啊,我们都要叫周深是吗? 来最后一题,好吗? 对,来自《璀璨冒险人》 应该是《斗罗大罗2》的主题 对,然后这个只要求你把整首歌倒着背出来就好了 我们十周年见 好啦,开玩笑,非常简单 这一路光景有你在身旁 这一路光景有你在身旁 旁身在你 有 这一路光景 对 景光路 这 路一 这 哎,是的 这句满足得很顺利 而且有这么多的各位朋友帮忙啊 谢谢你们的提醒,谢谢你们的帮助 非常感谢你们要代表周深和周深深感谢你们 哈哈哈哈 谢谢你们要代表周深深 啊? 深深深 哦,我好棒,深深 哈哈,我好棒 哦,他怎么不叫深深啊 哈哈 哎,也可以,都倒过来的好 喜欢他叫深深的,同意说个一 一 希望他叫周深深的,说二 二 你还是叫周深深的 哈哈哈 对,大家都蛮喜欢的 叫声名我觉得多好 就是来到我们的北京杜沙发上了 打卡和周深深来合影就对了 对,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到啊 其实今天呢是我们的 今年是我们的北京杜沙发大演馆的呃 成团 或者说我们这边开业九周年 九周年 也是周深的出道九周年 嗯 其实在这九年当中会经历蛮多的事情 然后有顺利的事情 有开心的事情 可能也会有很多难忘的事情 嗯 那么今天在现场 其实我们也特别想把我们的王润总 邀请上来和随随一起来聊一聊 过往这个九周年 好 好不好 今天也是特别难得的机会啊 可以听周深来好好的来聊一聊 走过的这个九周年 好的 好不好 那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忙 把我们的椅子拿上来啊 然后有请瑞总 有请 谢谢 哎,为什么会是天哪 哈哈哈 看不下 哦,看不下了 说实话 我坐着和站得好像 差不多 我站着吧 又不 我 我站 我站着吧 我觉得我们就站在台上聊就好了 对不对 对 您可以坐 您坐着没事 因为 您 您坐着吧 哈哈哈 我们都站着了也好啊 这次给到的主题叫做 热爱与坚持的九年 帮忙工作人员 还有没有 麦在包麦地上一直麦 麦啊 谢谢 谢谢 其实真的 那我们一直在讲 正是因为一份热爱与坚持 周深的事业非常的棒 包括我们的杜莎翻来海外 也是越来越吸引到了更多的粉丝 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两位可以先回忆一下 从2014说起 对于我们的北京杜莎 对于周深有了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 好不好 好 瑞总 好 那我先来 舍舍 好的 我是 我是 2013年 就是我们来筹备 这个北京东山河瑞拉相馆 我记得当年呢 就是2014年的5月31号开业 开业那一天 就整个前门大街 排了一条长龙 就他一直排到正阳门 就盛况通前 就跟今天一样 今天实际上 你可以想象一下 今天来看你的粉丝 现在也是 被我们疏导了一下 没有敢去正阳门 谢谢你 你管了好几个班了 谢谢 所以的话呢 当门 因为我们是第一家 就是我们当时开业的时候 说的是北京杜莎夫人拉相馆 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场馆 所以的话呢 当大家来到我们场馆里面的时候 会看到 在北京杜莎夫人拉相馆 我们是最具把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 融合成的这样的一个 蜡像的艺术馆 那么同时呢 也是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潮玩的地方 所以我记得当时开业的时候 因为盛况空前 所以的话呢 当时好像就是 我们就被推上了咱们微信的 就是微信的那个新闻 但客观来讲 我们真的没有买 所以的话可见就是说 这个杜莎夫人 因为她作为一个200年历史的 这样的一个名人馆 我觉得她来到场馆里面 不仅仅是说 只是看到说 蜡像长得有多像 做得有多逼真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名人身上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会激励着很多人 不管在困难的时候 开心的时候 总是有名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在激励着我们这个个人 也激励着这个时代 然后同时呢 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呢 就是蜡像的存在 实际上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 它反映了整个这个时代的 这样的一个特点和时代的一个趋势 所以的话呢 这就为什么我们蜡像馆 一直所说的是 我们所做的蜡像是 致敬经典 引领潮流 对所以刚刚任从也是如数家之门的把自己在201314年加入到北京都上 然后这个心路历程也是简单说了一下 深深其实2014年对来的也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对不对 是的 因为2014年 哎 应该说是算是我在不在我计划内的事情 然后去参加了一档节目 好声音 然后去跟我所有的生命相遇 然后包括后面去跟我 我后面喜欢的作品啊 包括那张专辑 包括后面所有陆陆续续的作品去相遇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不是在自己计划内的 然后当我又觉得又给了自己很多惊喜 所以我觉得 我就不知道 我就觉得梦想那个东西 它就是很神奇 它就会在某个地方 它一直会去召唤你 它会一直去 激励你去往前去迈进 然后很多时候去追寻梦想的路上 也会很幸运地遇到很多 应该算是助力人 像所有遇到的老师们 然后包括所有我的歌迷朋友们 我的生命们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力量都是 互相彼此去给予的 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 自己遇到很多 我觉得非常困难的时候 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也谢谢你们的每一个光 和每一个力量能够给我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相互去助力 相互一起去追梦的 这样感觉我觉得很美好 也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对 而且我觉得你看 就是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所以你看在九年后的今天 周深的守则拉上 也是入驻到我们的 北京杜莎夫拉上馆 而且我也特别喜欢 北京杜莎夫人拉上馆的理念 它理念是传递偶像 力量和记录中国精神 所以我在想的时候 我都背不下来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 它不是光是你可以看见的一些东西 它更重要的往往是 你看不见的一些事 看不见的不是实体的一些东西 对 它又全部都记录在 可能一个个蜡像里 可能一个个人的经历里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 也是很多时候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些东西 没错 其实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来到我们 大家俩馆去体验的这些 歌迷们的粉丝 其实它一方面是看到的是蜡像 但我觉得它更多的是感受到是蜡像背后的这个艺人或者这个歌手它代表的一种精神 对我们再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 比如说在这九年当中还有很多重要的年份和时间点 比如说2015年我们申办冬奥成功啊 包括在2022年也是北京冬奥圆满的举办 但其实有关冬奥我相信我们的北京都是阿弗兰的晚和周深也会有很多的难忘的事情要分享吧 这次 陈陈我跟你可以先说你和冬奥的这个机缘 我觉得很有缘分可以用自己的声音然后去参与冬奥 像冬奥当时是倒计是100天的时候 然后会有一个晚会 然后自己能够在里面演唱 我觉得很荣幸 还有一个就是自己演唱了一首冬奥主题的宣传曲叫梦想指路 然后当时在看冬奥闭幕式的时候 然后有在中间听到一段梦想指路的旋律 其实那一段我觉得自己特别的骄傲 我认为一个中国人叫咱们自己国家举行冬奥会 然后再去以一个自己作为歌手 然后声线自己唱过的歌曲参与 我觉得各个角度都让我特别骄傲 然后包括刚才在北京杜查夫人拉下馆的时候 进来的地方有看到咱们中国精神那一块 对是杨振宁先生 对因为梦想指路首歌它里面有一段是英文歌词 这段英文歌词是杨振宁先生和他的夫人翁帆一起去翻译的 所以我觉得就有一种梦幻联动的感觉 就来到了 我觉得也很像所有人想来到北京杜查夫人拉下馆的人一样 就是自己可以去主动创造这一种梦幻联动 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 就那一刻你没有办法去想 就觉得哇原来是这个样子 大概是这么高 然后神情会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可以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梦幻联动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杜杀夫人拉下馆可以去给大家去主动 制造的这样一个机会 哇说的太好了 其实可能我们不是运动员 我们无法站在赛场上 但我们一定一样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支持冬奥为冬奥加油 嗯 但任总对于我们的北京杜杀和冬奥有什么样的联系和难忘的事情啊 我特别喜欢深深刚才说到的这个智脏梦幻的联动 实际上今天大家觉不觉得今天是不是一场梦幻的联动啊 是 谢谢 北京杜杀呢 我们跟奥运会的这个链接和情感实际上非常深 就是我们开业的时候啊 杨兰女士她是奥运会的 当年申请的时候她去到国外帮着我们去做的申请 就是当年她是在现场的 那么我们是有杨兰女士的纳相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杨振宁先生 对 那么另外呢就在我们的体育区 那我们这些很多都是冬奥的冠军 对 另外的话呢就是谈到冬奥会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情节 就是去年在冬奥会举行的时候 我们也是为了这个向祖国献礼 所以我们专门升级改造我们全新的中国精神区 就是刚才咱们走管的时候您看到的那个区域 并且的话呢我们也入住了新的像冬奥的冠军 苏宇明 对 以及的话呢 苏神 大家也在这个场馆里面能够感受到 就是咱们双奥之城的这个标志 咱们的鸟巢 对 这样的一个建筑 包括咱们的导演 一谋导演等等 都是入住在北京都城富人滥相馆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多 这个今天又有周深大深深表大像的这样的一个入住 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梦幻联动 是的 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这样的联动 可以在我们的北京杜沙分来可以实现啊 其实刚刚说了很多比如九周年难忘的一些瞬间 我相信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实力歌手中心 包括对于我们的北京杜沙品牌 可能也会有一些难忘的时刻 或者一些比如说遇到一些困难 润总这点都能够分享一下 比如说遇到一些比较难忘的时刻呀 或者一些困难的时刻 我觉得就是过去的疫情三年吧 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场馆的话 压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的话呢 我觉得就如同我们在做着不同的名人一样 当我们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 那我觉得过去的这三年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怎么样子成为更好的自己 那么尤其对一个百年的这样的一个老店来说 那么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品牌 品牌的知名度 但他可能不知道 就很多人可能以为 来的都三公里他像我只是看他像 但是的话呢 当你们来到之后 你们会发现 就我们不断地在研究 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的粉丝们 他们在想什么 就如同今天的九月二十九点二十九一样 对 就我们会非常用心地去对待我们的每一个粉丝 每一个粉丝的需求 尤其是呢 我们的前提是我们要充分地尊重明星 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这样一个宗旨 所以的话呢 就是在基于对明星的尊重 以及对名人的尊重 对粉丝的 以及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洞察的前提条件下 实际上我们不断地在做我们产品的升级 所以会看到现在的都三公里的烂像馆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沉静式的 这样的一个潮玩的一个地方 对 那我实际上在这里 我可能个人要特别感谢一下深深 这个是说在疫情的这个过程中 就是我记得我很多年前 我第一次听你的歌是大鱼 当时的话呢 我跟一闺蜜和她的女儿 她女儿当年应该16岁 我家孩子比较小 我家孩子当年应该也就五六岁 就我们当时在去这个出游的这个路上 当时就特别奔 然后后来呢 就是我朋友的女儿 她就放了大鱼这首歌 就放的时候 真的我当时就是等来我们都在开车 瞬间 瞬间就感觉就是天籁之音 就是你们想象一想 在开车车在一个开矿的这个园影上 然后突然飘来 这个天籁之音 当时真的我觉得 就你会看到我们所有人 就是全部都不说话 在听大鱼 那个时候我儿子 就是我应该是五岁的儿子 也深深地被吸引 所以从此以后呢 就是我们家里人都成了深深的粉丝 然后我父亲今年84岁 然后我父亲特别逗 因为我们在家经常 经常听深深的歌嘛 然后我父亲说 周深这小猴子不错 所以实际上我想说的是 就是在疫情的这三年 在我们整个从我个人来说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遇到很大挑战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深深你的歌 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幸福 包括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和幸福的时光的 这样一个片刻都有你的歌声的陪伴 让我觉得更特别的幸福 谢谢你 谢谢 哇 谢谢 对 我觉得此时刻 我觉得作为每一个无论是在台下的歌手 还是正在通过我们现场 可以的观看主观 都是特别幸福的 正是因为有深深的歌手 只是在陪伴着我们 我觉得我也很幸福 就是每一个听过我歌的人 或者是像瑞总 就是能够就是怎么说 我觉得听到自己的歌 我就是作为一个歌手最幸福的事情 然后或者是在某个时刻 可以去可以说是安抚一下大家的一些 一些精神一些压力啊 或者是给大家做一个像按摩这样一个动作 我觉得都是作为一个很幸福的一个事情 在很多特殊的时候 不是一句两句的话 可以去一下子就概括掉里面所有经历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东西 是一定永远是未来要去做的那些事情 所以我也很感谢每一个听过我歌的人 然后每一个能够愿意去选择听周深这个歌手歌的人 也谢谢瑞总 也谢谢每次声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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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深深也特别说到了 未来这个词我特别喜欢 因为我们刚刚可能是展望了 刚刚走过的这九年 无论是深深从2014年出道成为歌手 然后瑞总在北京杜沙芬大厦 这个团队不断地成长 走过了九年的时光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期待和去展望美好的未来 那么未来两位有什么样 比如说我们的北京杜沙品牌 包括 然后深深有什么样的对于自己的事业的规划和计划吗 这个我觉得深深先说吧 我肯定有啊 就是今年 今年 这个压力很大 但是还是得说 所以一定要就是发二专 然后以后本来我觉得 我觉得最大过程这九年当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以前我会觉得我会想成为谁谁谁 会成为像某个自己偶像一样的歌手 但通过这九年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最想成为的是自己 最想成为的是周深这个歌手 最想成为是能够一直去陪伴着生米的歌手周深 所以我会继续好好唱歌 为生米唱歌为自己唱歌 也就是 总的就是好好唱歌 这一定是我为了要做的事情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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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瑞总呢 对于我们的北京杜沙品牌来讲 就走过了自己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期许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创造更多的梦幻联动 yes 梦幻联动 对 我们也特别期待着深深啊 就是今天是我们的二场节目 以后当你工作不是很忙的时候 比如正好回到北京 然后可以来到 忙的时候也可以来 忙的时候也可以来 真的 经常来到我们这边来走一走 看着自己的兄弟周深深怎么样啊 想念一下我的这套衣服 念真的只有这一套 这套衣服应该也是小王子 那演唱会时候的造型 对 而且就是 对 就是演唱会那个造型嘛 然后我觉得很开心 可以在这里把当时的那个 很激动的时刻留在这里 因为演唱会对歌手都是意义很重大的一个时刻 然后觉得这里就留了当时的那个自己感觉 像放了一个时间胶囊在这里一样 嗯 没错 而且我们特别期待 比如未来 比如说周深 再去开这个新的演唱会啊 出新的专辑 可以有更多的形象更多的内容可以入住到我们的北京杜莎 瞧自己又迫不及待要拿了是不是 我迫不及待自己上手了怎么会是 对 那我来帮您拿着麦 你来说一下这些一份 好 我来帮您拿着麦 您来说 麦你 我来拿吧 你帮我拿着 好 你帮我拿着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 嗯 怎么一直迫不及待想去拿呢 呵呵呵 深深这个 这个你应该很熟悉 对吗 对 嗯 是我们深深的这个你们的这个叫标志色蓝色 对 还有一个卡通造型 嗯 就是小王子的卡通造型 看到没有 小王子的卡通造型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九 嗯 上面对 上面还有一个九 表示的九周年 并且的话 我们看到有深深的九周年 然后还有最下面的落款是杜沙 嗯 表示的杜沙 夫人那相馆的九周年 和深深出道的九周年 然后包括我们还做了一个 嗯 这是一个特别版的纪念票 哦 然后这个纪念票呢 背后大家可以看到有 929-2023-0725 哇 这个谢谢 实际上深深这里面还有一个 嗯 还应该是有个拆开的 是 嗯 拆开 可以拆个什么拆开 可以拆 可以拆 哦 哦 哇 我们可以把这个拆开 哦 拆开之后呢 拆开之后呢 就是 这样 可以 可以这样的 哦 哦 太好了 我以为是打开客服大门 哈哈哈 开门 开门 还有朋友 哦 哦 好用心啊 谢谢 谢谢 哦 谢谢 哦 这两个都很好看 谢谢 谢谢 还有 来 帮我们打听个声音 还有 还有 就是深深刚刚做的 我们那像那个 蜡手的手势很多 然后深深专专门选择了 手势很多 选了个耶 哈哈哈 说一下为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耶这个姿势 他很很神奇 因为他就是 哦 对不起 他就是 很多时候 首先 他是我觉得 谢谢 谢谢 别走 就是我觉得耶 这个姿势里面充满了快乐 因为他开心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耶 然后很多时候 他在可能我们想不到 post的时候 第一反应都会比一个耶 所以我觉得他快乐 很多时候 可能也会像我们 很多时候需要 某个力量去拯救的时候 就希望能够像这个耶一样 也希望自己的歌声 能够像这个耶一样 在你需要的时候 他都可以第一时间出来 然后给你快乐 可以拉你一把耶 耶 哈哈 谢谢 谢谢 哇 真的是 好啊 我们一起来拍照一场 我来帮深深 拿麦还是你要自己拿啊 我可以自己拿 但手机手中好像有很多的 我来帮你拿 我来帮你拿麦 对 我们来合影一下啊 让我们的摄影师帮帮你 你 后面打的就是什么 我来帮你 哎呀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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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份大礼 我想最后再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在九周年的时候 在深深住到九周年的时候 这个酒我们来做专门邀请 特别邀请深深 然后能够入住北京都山夫人拉相馆 那我们是想更多通过 您的拉相的一个入住 然后跟我们更多的 喜欢您的以及年轻人 让他们知道说 没有人的成功 是一蹴而就的 只要坚持并且有才华 世界终将会看到 就像我们深深一样 谢谢 谢谢 谢谢瑞总 谢谢我们的北京杜杀团队 您收到 我知道深深这边 其实今天也给咱们的 北京杜杀准备礼物 瑞总 对 我也准备了小小的礼物 谢谢 对 这也是一个惊喜 深深里面也有礼物要送给您 对 来接受一下我们深深的礼物 哇 我准备的是我的画作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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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钱都买不到我的礼物 这个 我的画的时候 哎 就这样吧 赞 杜杜杀准备礼物 一起过这样一个周年庆祝的日子 然后就想的是 我是不是画得很好 谢谢 哇 真的真的太太下心了 所以瑞总收到这样一个礼物 怎么样感觉 呃 幸福 哈哈 谢谢谢谢 也 梦幻联动 哈哈哈哈 谢谢你 谢谢 真的也感受到这个周深的 真的是特别下心思啊 自己亲手画了一幅画作 送给了我们的北京杜杀准备 我也很感谢刚才瑞总说的那些话 我觉得特别感动 就我那那下你 没有办法去继续解析这样的感动 但那一下就真的是自己 感觉眼泪光都要湿了一样 谢谢你 谢谢每一个听过我歌的人 然后看到我的 谢谢瑞总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这样我们也拿着这幅画作 我们来合影留言 再让我们拍照 帮我们来拍个照好不好 好 耶 耶 耶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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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瑞总 谢谢 您可以收拾休息了哈 我和周深深谁更好看 耶 哎 你还有努力啊 哈哈哈 对 还有上升的空间 哇 但是这套衣服 哈哈哈 一直心心念头这套衣服 对 大家可以真的就是 哎 可以来这里梦幻联动 所以你看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啊 简单而隆重 这样一个蜡像的节目仪式 一切都像做梦一样 终于和自己的手子蜡像见面了 那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节目仪式也要暂时的告一段落 在结束之前 有什么特别想对一直喜欢你的 无论是我们现场的歌迷 还有正在通过现场平台观看直播的朋友 说的话就是 我觉得很多都已经说过很多 就是会浓缩成感谢 然后会继续加油继续努力为自己唱歌 然后希望可以一直陪着你们用自己的歌声 然后也希望你们就是能够 越来越更加爱自己 然后也为自己去 为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努力 因为你们也都有梦 你们每个人也都发着光 所以才会把我显得这么的闪亮 所以谢谢你们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 谢谢 特别感谢周深出席 谢谢张老师 谢谢 谢谢周深的出席 谢谢 可以上次休息了 谢谢 有多年快乐 谢谢 谢谢 谢谢周深 下次我们见 谢谢 是的 那么至此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蜡像的结果仪式 要暂时告一段落 再次感谢大家的列邻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 无论是我们的官方媒体 还是我们自媒体的方式 将我们的周深蜡像 正式入驻到我们的北京杜沙士蜡像馆的 这样的一个讯息可以传递出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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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的各位歌迷朋友 可以有秩序的退场了